本节重点 1.在FreeStyle中建立2点、3点、4点平面 2.在GSD中建立对称平面 并转换成Numbers无参数曲面 3.使用控制点工具调整曲面 在FreeStyle中点选平面 在空间中点选第一个点 再点选第二个点 在L2上按右键编辑L1及L2的距离数值 L1及L2其实是对应到U跟V阶 在V阶上按右键可以更改它的阶数 这个阶数之后可以点选控制点曲面 然后在这个时候控制点曲面的阶数 E可以再做更改 快速建立2点、3点及4点平面 那所建立的平面其实在罗盘的Sty平面上 所以如果更改 所以如果更改罗盘的方向或角度 所建的平面也会跟着更改 切换成GSD 点选草图 点选平面进入草图 点选中心举行 编辑尺寸 离开草图 点选填满曲面 切换到Freestyle 选择控制点曲面 点选曲面 产生错误 因为不是Nervous曲面 按转换精灵 选取填充曲面 点选应用 按OK 产生无参数曲面 选择DX平面 编辑颜色 点选控制点曲面 点选控制点曲面 这个时候可以更改接触 点选对称ES平面 过滤器有只有点 只有网 网跟点 调整一条网 会对称ES平面 在调整另外一条网 也依会对称ES平面 所以曲面的调整 就是依据这样做调整 调整的方向 会有橘色显示 那调整可以依 曲面的方向 或是曲面法线的方向 或是依据螺盘的方向 做调整 接下来快速演示 熟悉这个调整方式 就是要不断的练习 谢谢收看 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分享给其他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